第一章 时尚与城市 如果你曾看过电影《穿着普拉达的恶魔》 剧中除了小助理与大总编辑之间精彩交手的桥段令人印象深刻 片中主角与配角那浑身散发出的强烈个人穿着风格 想必定也让你难忘 尤其饰演总编辑助理小安的安·海思薇 从文青妹蜕变成时尚潮妹后的那一段连续换装画面 连我都双眼直盯着不放 不过真的让人心中低迷连连的 绝对是当剧情来到饰演总编辑的梅丽史翠普 带着小安参加巴黎高级定制服装周 Auter Kutu Week时 在电影剪辑的妙手处理下 那一场紧接着一场目眩神迷的时装秀 看得连我这个资深跑秀老手 情绪也顿时随着电影情节血脉奔张了起来 你是否在看到那一幕时 心中也想起哇的惊叹 那正是我第一次参加米兰时装周时 心中所激荡起的冲击感 那是一种参加任何一场 台湾或亚太区的区域性时装秀 所完全无法相比拟的澎湃情绪 春夏与秋冬 一年两次的时装周 一场场在其中参与的各大时装秀 为何能营造出如此庞大的视觉张力 而时装周的魅力 就真的只是表面上看到的 霓裳魅影穿梭 还是他的背后隐约埋藏着一个个不可轻忽的现实力 经济力和政治力的角力拉扯呢 时装周的目的 我很喜欢在学校课堂上 对着刚就读服装设计科系的学子 或是在一般讲堂上 对着前来聆听时尚产业相关议题的学员们 抛问同一个问题 由一场又一场时装秀串联起的时装周 在服装产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为了发表新一季作品 为了品牌增加能见度 还是为了赚钱 答案是三者皆是 尤其赚钱 算得上是幕后最高指导统帅 我知道 直白地说出时装周赚钱的本意 在你听来或许很刺耳 而且试快了点 甚至还破坏了你对时装秀的 种种规律幻想 面对现实吧 时装周 原生的本质 其实和台湾一年两次的重量级电脑展 没刷两样 都肩负着下单 订货的商业目的 不同的是 比起硬生生的电脑3C 汽车 机械零组件等类型的商展 被华美服饰环似的时装周 实在太绚烂 太美好 甚至有点梦幻 犹如美丽的唐衣 让周遭的人几乎忘了赚钱 的终极目标正在背后控场着 对于这个看似繁华 一年两次以春夏 秋冬两季为别 所设立展出全球时尚圈节奏的一大盛事 你或许好奇 怎么不是因应四季而生 进行四次的展齐呢 难道是全球暖化 极端气候压缩了春季与秋季的存在感 与时间长度 所以将两者各自与主导期较长的 夏与冬合并 其实 春夏与秋冬的分野 和时尚工业中的制成有着密切关系 既然时装周的本质 和许多商展接单制作的功能相当 那么你应该就能了解 每一季时装秀的发生时间 得依照实际季节往前半年作展 好让秋冬季的服装 能在二月时装秀接单后 进行一连串的发包制作 以及最后能与每季时装秀展开时 运送到全球各地 再依序上架 这样的传统流程 正常得有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因此 合并为春夏和秋冬两季 就成为最好的运作方式了 城市中的时装周力量 你应该曾在各大媒体报道 或时尚部落客的社群网络中 得知纽约 伦敦 米兰 巴黎时装周正在进行的消息 也时有耳闻东京 北京 上海 雪梨 首尔 巴塞隆那 多伦多 甚至是台北各个城市 时装周的相关内容 你是否觉得全球各大城市 都在企图抢着杯羹 是否每个国家 每个城市 或单一区域 愿意砸大把大把的钱 打造时装周 站上国际媒体 与重量级买家们的 BJ行列的表单中 就让我用个极端的比喻来解释 试想 如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举行时装周 能酝酿出的规模有多少呢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 是因为菲律宾正拥有 非常好的人口红利 他们的劳工人口 平均年龄约为23岁 而台湾则高达37岁 不但具有丰沛的劳动力资源 不少经济学家 甚至预料 它将成为具有 未来发展优势的 潜力股国家之一 除此之外 如马尼拉这般 活力十足的平均年龄层 正是全球各类型消费市场 虎视眈眈进攻的 千兮时代 或是更年轻的Z时代 但是 这样就能让马尼拉时装周 进入时尚大国之灵吗 事实上 差之远矣 一个城市的时装周 是否能具有国际影响力 要评估的环节 不只有生产力 消费力 市场性 还有深度内涵的 艺术性 与设计创造力 尤其创造力丰沛度 更是核心所在 那是归属于文化层面的 反复咀嚼后 才能迸发出的能力 并非一朝一夕 就能看到成果 要成就出国际流行舞台上 数一数二的 时装周影响力 绝不是单靠砸钱 就能砸出一片天 还需要今年累月 堆砌出创意能量 细致的制造工序 以及衔接国际媒体 与买家的能力 才能略见成果 话虽如此 全球许多国家与区域 仍针对这个富含 庞大商机的 时尚创意产业 各自努力不懈地 搭建属于自己的 区域型时装周 举凡巴塞隆纳 里约热内卢 雪梨 首尔 甚至近年大幅提升 国际能见度 且鉴有斩获的 北京与上海时装周等 连规模较小的 台北时装周 也依然急急盈盈地 每年策划整合着 各个城市的时装周 都在自己的本位上 不断持续累积能量 并以南韩国际级买家 媒体接轨创造影响力 为着眼点 企图扩张在全球时尚圈的发展力道 究竟哪些时装周 最具国际影响力 这完全得看 聚集全球重量级媒体 买家与时尚人士 前来参与能力的高低 绝对不是各城市时装周 主办方喊喊自己有多棒就行的 而现阶段占有优势性的 当属纽约 伦敦 米兰 巴黎四大城市的时装周 不可会言的 时装周上的四大金钗 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 和各自早早于上个世纪中 于各区域站稳脚步 推动时装周的企图性有关 并且在上世纪的90年代 那个时尚产业 同步蓬勃化的机缘间 四大时装周 一个密接着一个的展棋 无形中成就出 彼此间庞大的绅士网络 纵观来说 时装周上的四大金钗 在全球时尚业中 所立下的品牌力与历史性 不但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定地位 品牌更倾尽全力 在此打造最高规格演出的 重要殿堂 毕竟 这一年两次的时装周 是国际规格排成的主战场 是全球重量级买家 媒体 超级VIP们齐聚的所在地 是展现一位设计师 一个品牌企图心 与创造力的最重要舞台 更是一种大声向全世界宣告 自我流行与会的平台 这绝对焊在大中华区 亚太区 甚至台湾区的区域性时装秀中 为创造当地品牌声量与销售力 以区域性预算所打造出的规模 无法相比拟 四大城市时装周 有如全球时尚产业的火车头 拉着大伙一路前行 更何况 要将时装周上的半秀规格 转移到各区域 转移到各区域 岂不是劳民伤财 因此 若非有重要的旗舰店新开幕 周年庆典 品牌总部绝不会轻易在各区域 遗失等同于时装周规格的时装秀 时装周期间 除了各大时装秀抢人目光 其实还有许多静态展 与各个品牌的showroom敞开大门 迎接高手们历临指教 时装秀 静态展 showroom 各自因应品牌端的预算与思维而生 预算充足者 可以选择在一地举行时装秀 其余的3D以showroom形式 让没有机会看秀的媒体或买家 近距离了解一季的作品 对于新品牌重新运作 如当年的Hasha Vionet 或是设计师Stuart Wevers 刚接手Coach 开创服装领域阶段时 都不约而同地 先以主题式的静态展示水温 等时机成熟 才走入时装秀的行列 对于缺乏资金的新锐 也通常采取连展 或是各自的静态展 散发创意能量 至于showroom的规格更是简单 多是为买家接单而设 也让媒体附带前来看看商品 不会有太华丽或特别的装置 只尽可能地让商品清晰陈设 具有系列感为主 全球四大时装周的焦点城市 纽约 强调务实穿着风格的舞台 休闲运动风 因应社交生活圈的礼服类设计 总是能在每场秀中 秀闻到相关主题 伦敦是新锐设计师们 展露头角的殿堂 当然 这也意味着重量级设计师 在这里作秀的比例 不如其他三个城市来得多 虽说自2007年起 在英国服装工会的努力游说下 让早早已远走他乡伴秀 闯荡时尚界的 Matthew Williamson Pringle Burberry 等品牌 陆续回归低迷的 伦敦时装周 但它的总体影响力 还是比其他三个城市 略微低落 米兰 由于拥有全球 最精良皮制品的 工艺群聚 加上Georgio Armani Kucci Prada Rusace Dorge & Gabbana 等实力派品牌的作证 让它能在 Burberry 与Pringle 重返伦 伦敦时装周的怀抱时 仍然持续站稳脚步 巴黎 则位为全球时尚圈的美光灯焦点 这儿所倡导的多元性艺术氛围 总能包容来自不同国度 与颠覆传统的设计师 尽情挥洒 无框架的点子 为整个流行舞台奠定 既具开创性 又符合时代穿着需求的新主张 数十年来 有着时尚界 有着时尚界 引擎的发动地位 这四大金差 除了巴黎 数十年来如一日 占有创意的绝对高度与地位 其他像是伦敦等地 则曾经历萎缩到 几乎要被全球媒体 与买家放弃的状态 而米兰 虽然一度在两千年间 威胁到巴黎的创意性 却也因Burberry和Pringle 陆续离去而折损 只按Franco Feile大师离世后 也逐渐被纽约迎头赶上 但曾几何时 纽约2017年后又消退而下 不论这四大金差 他们在全球时尚圈人世间的排名如何 依然是最强悍的存在 能够进入四大城市的时装周体系 对全球各个新锐品牌与设计师来说 是莫大的鼓舞 但却是难度不小的一个旅程 而要取得这张门票 可是得靠足够的资金 以及丰厚的创造力为后盾才行 因为只取得一次入门门票 当然是不够的 得计计都参加 才能累积在当地时装周 与全球时尚业间的知名度 毕竟 在每个城市的时装周上 参与动态时装秀或静态展的品牌数 动辄上百 要赢得买家与媒体们的目光 不但需要专业的行销公关散布参展讯息 想办法让他们能在紧凑的行程中前来 还得靠时间与实力的累积 加上人脉的推动才能日益奏效 想在这个和全球设计师一较长短的舞台上 一整长柴 靠的绝不是侥幸或运气 得有完备的续航力来因应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